张灵验亚洲杯决赛的精彩表现 可以说打脸了那些弃勇他的教练 近日 水清霞回国后也第一时间谈到了张灵验 其实从去年全运会开始 水清霞就对张灵验印象深刻 后来当了国家队教练 他也是第一个招张灵验入队 并把张灵验当作重点球员培养 在集训中 张灵验也确实做到了水清霞的要求 到了亚洲杯比赛 水清霞也是说到做到 小佐赛首场与半决赛对阵日本 水清霞都让张灵验首发出场 决赛对阵韩国队 水清霞更是把张灵验当作球队的秘密武器 从当时的比赛效果来看 韩国队的外籍教练包括队员 确实对张灵验的特点不是很了解 这也是张灵验成为起兵的原因 张灵验出色的发挥 也验证了一句古话 那就是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在进国家队之前 张灵验就很努力训练 这一点作为广州女组领队的胡婷婷 也是一直看在眼里 在广州女组的日常训练和生活中 胡婷婷也报告了张灵验的成功细节 训练上张灵验一星期会自己加练三次 而她的日记本 还记录着自己腻下的每一个目标 其中就有每星期必须看两场高水平的比赛 她要在观摩高水平比赛中提升自己 不得不说张灵验很偏执 难怪水清霞一眼就相中这个19岁小姑娘 真的太理智了 现在取得的一切 都是她自己努力得到的 未来 我们希望张灵验可以继续经验世界